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报告一下 感谢青岛 海尔集团 投两千万 民间评选 新时代中国结束教育家 在夏东伟同志请假的情况下 我最高票当选 我为什么当选呢 评委会给出了五个评价 说是在中国现在是唯一的 剑牌今年第二届 这个你不要自动翻页啊 你这个给我配的什么自动翻页都出来了 诶诶 不对不对 怎么回事 今年第二届 大家不要传 候选人 王树 民建华 黄大人 三位中国的教育界的巨星 本来第一届就应该是他们 但是三位大哥说 是民间平的 他们三个比较稳重 所以还是让郑强试一试吧 我实际上跟大家讲 我是像王玉中院士学习的一位教授 我要有他这么杰出 我早就当院士 只要我在中国是可以沾三个家的 我在浙江大学是最好的老师 是上课的老师 浙江大学的好课都是我上 大家也不要瞎扯 大学一定不能小班上课 好教授就得大班上课 毛主席在延安 对红军上课就在宝塔山上 一站下面就是几万人 现在总书记上课 都是给九千万党员上课 所以大学不要把幼儿园的概念拿来瞎扯 什么小班上课 好教授就得大班上课 所以浙江大学对我配的就是最大的教授 我在浙江大学讲历史 中国唯一的教授讲学科历史就正讲 我可以把这些院士 爱国爱科学讲好 同时我也能讲他们的婚姻爱情 连哪一个二婚我都能讲 关键是我在浙江大学看的这个课爆满 今天我们的葛院士实际上就得给你们再讲 医学与人类文明 我还出书 我也不跟你们瞒点书 除了院士出书以外 中国书写的最好的就是我 这本书 剑牌是科学出版社二十年卖的最火的一本书 脱销 为什么 老邓我的前年写的有文化 跟你讲话一样 所以你们大家不要以为 我天天都在靠近我们的王于宗院士 我在做大管子 卡伯子技术 这就是韩正副总理 新闻联盟 我在亲自给他讲 我这个管子世界上怎么解决大问题 昨天在北京 我跟张立群院士搞的卡伯子的飞机轮胎 通过了链收 就是我要是早一点 违规正道 我可能离院士就近一点 老邓看看我的文章 不要以为我一天演讲 我在新年发表的都是高水平的论文 这个 今后这个王于宗院士 明年都推荐我 今天就给他做点工作 开玩笑 全是高水平的 今天我讲这个快点 快点 我觉得 我觉得要从骨子里去理解一些内涵的东西 我们是搞教育的 我们就得给官员 给企业家讲教育的重要 我觉得这六大战略 六大强国 离不得适当 网络强国六大强国离不得这四大 所以解放军比较喜欢我 没有强大的国防 啥都不要说 上面这六大和这四大是相辅相成的 没有教育文化科技 啥都不要说 所以这个时候 我有时候要发挥一下 今天我要讲的是 市委书记 市长都走了 不好意思 市长青岛要发展得好一点 就得听我的报告 我要开玩笑 因为上面有学生 我不能跟老头老太太讲报道 我的报告主要是学生欢迎 我今天要用学生的语言 青年的语言来讲一下大学 说实话 为什么不讲中学 不讲小学 我在贵州山西 深深的感觉到 他们跟沿海一带的差距差在哪里 我们跟美国从来不输在幼儿园中小学 我们脸压他们 我们中国的西部输给北京上海杭州 不是输在中小学幼儿园 输在大学 还不明白这件事 美国人早就把这个话说明白了 大家不要以为美国是美元美军 美国人最毒的一招就是把中国最优秀的青年和世界最优秀的青年心给抓住了 靠什么抓住的 不是幼儿园小学中学是大学 所以我经常在山西在贵州 我今天也来青岛 我也说这句话 我等会儿要问几句话 管教育的那个女市长也走了 我今天特别恳请她在这听一下 让我们当过教育的领导 叫省领导就是不一样 让我们建培书记他就坐着 他没走 这是我在国防大学讲的 大国武力 你青岛上面四个力都有 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 如果你没有大学教育这个力 你上面撑不住 前苏联啥都有 下面文化信仰教育没有吧 这就是我们邓市长今天讲的 不要以为教育就是树里花 就是一点技能信仰精神 是教育的最高层次 现在我们中年游历男人 有点钱了 现在健身了 你爸妈也健身了 我告诉你 胸大鸡 悬头鸡 三脚鸡 变得再不老学管懂了 新学管懂了 说倒就倒 知道吗 什么是老学管新学管 信仰精神 掌声 我一般鼓掌的都是年轻人 老头老太太基本上就不行了 所以大家要注意 我们要变一变 不要以为财富是向权贵 向金钱靠路 美国的财富不是向政治中心华盛顿靠路 也不是向金融中心纽约靠路 更不向极乐世界好莱坞靠路 美国的财富是向大学靠路 我今天要特别告解年轻人 我们心思向往的是今天两位在座的几位接触的科学家 你们哪一天崇拜他们超过崇拜灵新中华复兴的希望 一定能实现 你们到美国 不要以为金融街在纽约 我今天告诉大家 全球创投创新的中心在波士顿 在乡村公路 128号公路 为什么 因为必须向最接触的科学家靠 这才是一个健康的国家和社会的希望 我们骂印度人是阿三 兄弟们 英国首相是哪一个国家的后裔啊 美国那个女总统也是印度后裔啊 所以大家注意 高等教育和研究搞好的国家 是可以实现文化的跨越 这怎么又跳 再来 所以这就遗憾了 我就告诉你 一所大学可以撬动一个城市 青岛不是省会城市 你怎么又跳 为什么没事 怎么叫我讲快点 我今天告诉你 如果把青岛大学建成北大清华 青岛就连牙奖 哪一天青岛人民觉醒了 山东大学不是锦兰的大学 是山东人民的大学 所以山东大学能搬到青岛来 那也是 何规何理 何情何理 所以大家都明白这几年合肥的腾飞 所有落后的地方都明白一个道理 中国科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所以 我今天晚上就到俄罗斯 因为他的市长两年就要听我一次报告 说不听不行 我要告诉大家 怎么又跳 杭州GDP最高的区是哪个区 老邓 过去三十年全是消散 可是近五年被一个总稻谷的区给抄了 怎么会动呢 哪个区 宇航区 徐书记 怎么抄的 是两任区委书记 听了我的报告 新校区修在你那儿去 把阿里巴巴的新总部修到你那儿去 他们就这么干的 我告诉大家 听着 真的太遗憾了 走了吗 听到领导都走了吗 那个是市长吧 就是市长做的 秘书长 哎呀糟糕了 秘书长你在这儿了 但你是青大校友 你要理解 我爱青大 你要理解 给我一点掌声 我要说一句话 青岛要真正的赶超深圳 成为持续的中国青年向往的城市 科技创新的城市 就得下班 就得下大价钱 把青岛大学建成中国顶级大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